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要慢慢還影片債了 今天想分享的就是我現在用的卸妝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我對於卸妝的喜好 最好就是一次過下整個妝 不用分眼睛、嘴 然後我是不喜歡用下妝水 因為覺得成本高了 要用很多化妝棉 拉扯磨擦皮膚這麼多次 去到這個年紀 避得避就避 我很怕會拉到出紋 所以主要我會用落妝油或落妝膏 對於一個中年的女生 皮膚是沙漠肌、敏感肌的朋友來說 我覺得現在手上用的卸妝產品 都是OK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我覺得很好用 亦有些是我覺得某些場合用會比較好 某些情況用可能不太適合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交流一下 這支是Bobbi Brown的Soothing Cleansing Oil 可以說是我對於卸妝油的標準 不要看它全身 因為我在市區用的那支是剩下五分一 忘記了帶過來 幸好家裡是長期有存貨的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它去到一個標準呢 就是在很多年前 那些卸妝油停留在很油膩 很厚 卸完之後 臉有一層東西的階段的時候 它已經是做到很清爽 卸完又乾淨 又清潔力好 然後又很輕盈 完全不會有迫著皮膚的感覺 所以在我心目中它是神台級的 曾經我以為是沒有任何卸妝產品 可以接近到它的地位 但是我都算是錯了 現在科技越來越進步 說回它 擠出來的流動性非常之高 然後推開 很輕盈 不會有張住的感覺 然後之後任何防水的眼線Mascara 從來沒有東西是攔住的 所以它真的符合了我 要一枝走天涯 不需要又要卸眼 又要觸這樣那樣 而且它是不會醃眼的 所以這麼多年來 它都是我最穩陣之選 家裡一定要有它 因為我試其他的卸妝產品 如果不適合心水 然後眼睫著的時候 我還是會用它 然後下一個是剛剛空瓶了的Pretty 5 Advanced Hyaluronic Deep Cleansing Oil 它的地位絕對是有要脅到Bloby Brown 因為它是非常清爽 剩下一點折來給大家 看看又是極度流質 一樣防水的眼線Mascara 全部都可以很乾淨地下的 推到很遠的 它是比起Bloby Brown 再清爽一點的 所以一用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很驚艷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會看到它那麼水 不小心我會泵多了 然後它又不算很大支 所以很快就用完 它的味道又是很清香 還有它是香港品牌 但是Made in Japan 會加入了一些中藥的成分 我覺得用它的時候 除了下妝 你會有少少的養敷感 這個我自己是非常之喜歡的 用完Pretty 5之後 然後我就開了這一瓶 它是Sukku的Smooth Clear Cleansing Oil 我覺得是比起剛才的Bloby Brown 或者Pretty 5的流動性會低一點 但是其實它也是很流質的 你看到它也會流下來 但是沒有一聲滴出來的 然後推開它的油潤感會高一點點 是很明顯有一種護膚的感覺 然後聞它是很新鮮 有種類似橙花的味道 然後你推開 就會覺得有一個滋潤感 但是不是一個很厚的油感 當然它也是落到所有的防水Mascara 眼線 不會醃眼 它落妝的時候 同時是護膚感更加強的 如果你問我它的缺點的話 我會覺得是泵頭 因為它第一下很容易會飛出來 我覺得以它的鼻位 Sukku的質素來說 它的包裝可以再做多一點點 但是它也是一個非常之好用的落妝產品 然後我想說一些比較油一點點 就是Tree的這個落妝油 它叫做Balancing Cleansing Oil 這個底部有點髒了 因為我放了太久了 你看我用到超過一半 但是其實我用了一年了 這個它的油感是會強一點的 我擠出來 聞下去是很舒緩的 好像在做Spa 做Facial 你會聞到的香精油味 但是你看到它那種油亮的感覺 這個真的偏向油一點的 所以冬天限定 它是會洗完之後 有一種油潤在臉上 不是極清爽 很輕透那種 去到現在夏天 我就覺得這樣洗完之後 臉就不是我最喜歡的狀態 但是它的味道真的很舒壓 可能在日本的天氣比較乾燥的地方 這個真的很好 但是在香港的話 太潮濕的時候 我用它就會覺得太過超過了一點 然後說了這麼多尊貴的產品 說一個是開架 這個是Biole的Makeup Remover 它的名字這麼簡單的 這個很神奇的 下妝的時候用它 不用擦的 只需要輕輕地印開那些下妝油 然後什麼都不用做 等 你會看到那些化妝品是慢慢浮出來 很有趣的 然後就可以去沖水 乳化的過程不久的 是很清爽的 所以我都覺得是挺有趣的 神奇的一件事來的 就算是一些眼線 就這樣鋪在眼皮上 它也真的浮出來 但是你說一些防水 Mascara 我也是要擦一擦的 就這樣它是不可以完全溶解了那麼厲害 它清清落完妝之後 是不用再洗臉的 我是很想下妝的 頂不順了 然後我又不想這麼快下午就洗臉 因為晚上又要洗臉 我不喜歡一天要洗這麼多次臉 過度清潔 所以我就會用它 唯獨我覺得它是沒有那麼保濕感 它不會扯乾皮膚的 但是不會像剛才的一些落妝油一樣 是會有種護膚的感覺 我用這幾款的落妝油 都是沒有起暗瘡、油脂粒、奇怪的敏感的 好了 那落妝油呢 我剩下了一支在市區用的 就是MAC 我沒有在新的 那支我就略略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用後感 它是我用過的落妝油裡面 最清爽 介乎於落妝油和落妝水中間 那支是落的時候很舒服的 因為它很輕、很流質 好像水一樣 但是我唯一會覺得擴霜 就是它落完之後 臉會有一層的摸 它又不是迫著你不舒服 但是就是有一層的摸下去 它是跟平時沒有任何東西的素顏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純粹你之後 用回一個洗臉膏去洗走它 就沒有了 如果你說那天我真的很辛苦 天氣很悶 天氣好像現在那麼滿熱 用它真的很舒服 它一樣都是不會醃眼 是有機會會蒙眼 所有的落妝油 我覺得如果我不小心 擦了入眼 它們都有機會會蒙眼 因為油和水 它乳化的過程 就會有這個風險在這裡 好 剩下這幾款 都是一些落妝膏 落妝cream 說了Makeup Forever 的這一款 它叫做 Moisturizing Multi-use Makeup Remover 是一個cream 然後除了可以做到卸妝之外 後敷是一個保濕面膜 是不是很瘋了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落妝之外 是可以做到一個面膜的 但是我沒有試過是 有著妝 一路落妝 一路敷著它 當是一個保濕的面膜 我會分開的 我覺得它塗出來 你會看到是很舒服 很好推 不會厚重 不會油的 它真的像一個cream mask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不可以同時落眼妝 一些防水的Mascara 我就覺得它落得沒有那麼乾淨 所以我用它是通常我沒有用到Mascara的日子 我沒有用到一些非常防水的 或者是防染的一些唇妝的話 我會用它是覺得非常非常舒服的一個落妝產品 然後用它去做一個保濕cream mask的話 我覺得這個表現是不錯的 不是一些去到最保濕的面膜 但是我覺得一物易用 有時候可能是你帶去旅行 你去一些長途的旅行 我覺得未必會帶這麼多面膜 你就可以用它做卸妝 再加上做面膜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另外再有的就是一個 跟它有一點點接近 但是它的質地是另一個可愛的 這個是Canable的Mellow of Fill 然後打開了它 裡面是很像布甸 或者是乳酪的質地 是冷的又冷的又這樣 然後你會看到它很可愛的 然後推開出來的時候 它是沒有任何油的感覺 它不是一個卸妝油箱的那種 它真的像一個gel和布甸之間 真的很像布甸 然後之後是很溫和 是香的 沒有去到香水 但是呢 是有淡淡的花香的 然後我很喜歡 很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洗完之後 然後臉是超級無敵水潤 它真的做到一個 比起剛才所說的所有卸妝產品 更加水潤 是不想再洗臉了 我是極速用了很多很多 但是它有一個小缺點 都是這種質地 它下不了那個Mascara 如果一些防水 我平時用開很少會用的Mascara 眼線的話 都真的要用回眼唇卸妝液 這邊的手臂敷完Mascara Forever 再塗上Can Able 現在是極度軟滑 紋理比去塗一些手霜 不得了 然後就到兩個卸妝膏了 這個是DUO 上年是跟大家介紹過 有一條影片說過 我用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現在是用這個 The Cleansing Balm White 打開看到裡面是炭灰色的 然後質地 不讓大家看一下 很挺身 很稠的 但是推開就會轉化成一個油狀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很喜歡卸妝膏 因為不會擠出來彈走 或者流到周圍都是 最喜歡他們那款是紅色字 是最原本那款 我覺得是對於乾肌來說 剛剛好 然後它最大的賣點 就是如果你是直眼睫毛 通常直眼睫毛的朋友都很麻煩 用不到卸妝又會經常很容易脫 這個是用到的 所以我也覺得它是很好用 到最後我還開多了一瓶的卸妝膏 打算十傳十美講十個卸妝產品 就是這個RMK的 它叫做W Treatment Cleansing Balm 打開它一樣都是在蓋上會有一個筆筆 然後下面落妝膏的質地有一點點像雪巴 非常之硬正 它比起Duo是更加容易轉化成一個油狀 基本上是好像和牛的那種入口即溶的感覺 你一推開 你已經看到那個油潤感的了 然後它的味道是很舒服的一些金骨味 很清新的 我本身是會覺得它應該會偏向比較油 又不是 它洗完之後 臉是很圓熟的 未必是油性肌膚會很喜歡的一個落妝產品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乾性肌膚 又喜歡落妝膏的話 它也沒有什麼缺點的了 不過這個我不是說用了很久 所以暫時初步的感覺是良好的 但是可能要再用久一點 再有多一點的用後感想 但是現在暫時你會看到那個油是很像在臉上做massage 我喜歡用落妝膏是因為它們在按的過程之中你可以順便去按一按 因為它們在外面是沒有它們的厚度 所以為什麼我會很喜歡落妝膏 除了這些我用之前有用過後的落妝膏 它的滋潤性很強 然後加丹尼爾那個 平價之算 但是那個在夏天是比較容易溶掉的 它一去到夏天就會很軟 去到冬天會比較結實 我不知為什麼這個它可以保持這麼結實 我也覺得是很厲害 對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最近我用的10款落妝產品 這10款都是我戴妝的時候會用的落妝產品 如果我只是用防曬 不用任何的化妝品 我不會用到這麼有落妝能力的一些落妝產品 我可能會用平時Cetaphil的洗臉 因為這些洗臉它是聲稱有落妝能力 但是我又不覺得它們是落到一些比較全妝的妝 除了Cetaphil的洗臉 Eve Jose的藍色海草洗臉gel 還有Fresh的一個大豆洗臉gel 那三個我都會用來落一些的防曬產品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是我是一次過開這麼多的 是我是很花心的人 那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天氣 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妝 我都會用不同的產品 是的 總之呢 希望對大家會有參考的價值 那我用這些產品 都是沒有任何敏感的情況出現 那也都歡迎大家在下面跟我交流一下 可能有沒有哪一支你都很喜歡 有哪一支你用完是覺得不是 和你的意見相反 或者有哪一支我覺得好用過了 你說的這麼多支 你可以去試一下 都歡迎告訴我 那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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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